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在快30年前 赞目舍除了伟天经常致敬的鸟山民之外 另一位其实也对伟天造成试验影响的前辈 也就是才华横溢 但是深际麻将事业无法自拔的福建老鬼 就在他的经典之作《约游白树众》将中国传说的四象神兽 引用到四圣兽的设定之上 只不过《约游白树众》四圣兽之一青龙的冻起之拳 其实就如同是海中中轻质的冰冻能力一般 而于凯多在秒杀路飞的桥段中所展现出的雷 以及第一次以龙形态形成时 而要在他周围的龙云来说 龙凯多的能力咱然去回合 天起之急挂钩 这正好也就符合了上文 我们所提到的 作为四象神兽之一的东方青龙 在所具备的龙王属性下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掌管西云降雨 并统领着水族的海龙王特征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发现 1177海中专题 由卡塔库里和凯多 我们所牵引出的龙神 在海中王中正是由 羽人岛龙王弓箭上的龙王雕像所象征 而这也就进一步推进了 在龙神之后的基础上 凯多也有可能救世龙王 并以此能存回海中而不死的可能 进一步呼扯来说 除了星云和雍雷之外 龙凯多极有可能就会在今后的军星中 使用出降雨和用水的能力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到 凯多在合治国被合治国人民奉为是 保护国家的护国民亡的原因 从交据大蛇 在和世界政府的强势交涉时 提到他背后有凯多这一点 就足以能看出世界政府 对凯多的孤立程度 从这个层面来说 凯多的强大存在 不但保障了到目前 依旧在海中世界孤立的合治国 能不用担心任何外来国家的入侵 也甚至让合治国完全不用 忌惮世界政府和天龙人 这就算是在霸占之余 保护了合治国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作为一条有可能会星云降雨 并且已经展现出 草原能力的龙神或龙王 龙凯多所可能带来的降雨 对于现在极为贫困 并且连一口干净水 都很难喝上的 合治国百姓来说 就如同是上天的恩赐一般 而这一点可能才是 对外在世界一无所知的 合治国人民 会把有可能 为星云降雨的龙凯多 奉为是护国民王的主要原因 只不过讽刺的是 他们眼中的这位 如是神明一般的守护神 其实正在用自己的野心 再一点一点的扎杠着合治国 而值得补充的是 这一期海中尊提 我所强调的东方青龙 在四项神手中的职责 就正是守护东方的东方之神 从这一点来说 龙凯多目前在合治国 所扮演的守护职责 无疑也就呼应了 东方青龙的 东方守护神职责 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 这一切都还只是胡扯猜测 但如果龙凯多 引用四项神手 青龙的可能会成阵 那四项青龙龙王凯多 不出意外 就会在未来的合治国剧情中 降下一场倾盆大雨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那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黄昂云 海中尊提 我们下期再见